《十种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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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讲完了经 把公事办一办 继续讲大悲证 一喜一喜 使哪使哪 只要有特别的事情 可以去自己办特别的事情 不必听 有没有呢 就可以留下来听一听 《十通品》 第二十八 而是菩萨菩萨摩赫萨 告出菩萨言佛子 菩萨摩赫萨有十种通 何者为师佛子 菩萨摩赫萨以他心之通 知一三千八千世界 众生心识别 小微善心 光心小心 大心小心 顺生死心 悲生死心 深温心 深温心 独角心 菩萨心 深温恒心 独角恒心 菩萨恒心 天心隆心 夜叉心 千塔破心 千塔破心 恶修罗心 家老罗心 锦那罗心 魔后罗窃心 人心 非人心 地狱心 畜生心 何言魔王畜心 恶鬼心 主杂处 众生心 若是胆 无量识别 种种众生心 喜 分别之 入一世界 入是白世界 千世界 白千世界 白千世界 哪有他世界 乃之 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 微尘数世界 中 所有众生心 喜 分别之 是明 菩萨 摩赫萨 地 善知 他心知 神通 佛子 菩萨 摩赫萨 以无碍 傾定 天眼 至通 见无量 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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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他 微尘数 世界中 众生 此此生彼 是 一 公平 公平 二十八 在这个花园经 这八十一品里头 这是文档 第二十八品 这一品讲的是十种神童 菩萨所具有的这十种神童 菩萨所具有佛当然 也是圆满这十种童 菩萨修行得这十种的神童 那么既然菩萨修行能得这十种的神童 无论哪一个众生能发菩萨心 行菩萨道 修行菩萨所修行的恨 都可以得到这十种神童 你只要愿意行菩萨道 这十种神童是不求自得的 只要你修行就会有这种成就 所以现在末法时代 有很多法身大事 菩萨视线到这个世界来 提醒我们众生的这个邪知邪见 要有一种正直正见 那菩萨修行菩萨恨 得这十种神童 是不是他不应该 视线神童呢 不是的 如果菩萨有神童 而不视线这个神童 他要这个神童又有什么用 也就好像你这个人呢 有一粒宝珠 在你衣服里边藏着 你不知道用它 那么 常常常的也没有饭吃 也没有衣服穿 也没有房子住 你有了个宝珠 你还不用 这不就等于穷人是一样的吗 那么菩萨有神童 也是这样子 他没有 那么享用 也是没有 那么要有了 就可以随便用 所以一般 无知无识的人 尤其一些个 似是而非的佛教徒 一知半截的佛教徒 根本也不追究这个真理 只知道人云以云 只知道人家这么说 我也这么说 不研究他的所以然处 于是乎啊 就大惊小怪了 说末法的时候 人不可以有神童 这简直是地狱的种子 才说这种的话 如果要是懂一分分的 一根头发那么多的佛法 也不应该这么样子 去随便下断 随便批评佛教 佛教是有真理的 不是啊 讲一些个似是而非的道理 不是欺骗人的道理 不是掩耳道灵的道理 不是自欺欺人的道理 他要研究出一个真理来 真理的所在 天龙八步一定拥护的 真理所在 释放诸佛一定拥护的 真理所在 一切的菩萨一定拥护的 所以 只要你明白真理了 那才是真正的佛教徒 你不明白真理 啊 苦里糊涂的 啊 人云云 这是啊 简直的是自悟无他 那么菩萨 他得罪失重的神统 唯一的什么 就是唯一的方便 全巧 教化众生 使令一切众生 发大 突起心 不随顺世间法 不会啊 像这个 一般人那么样子 同流何物 同虎留虚 何虎无事 人家这样子 我也这样 人家 啊 说什么 我也说什么 啊 这是啊 很糊涂的一个佛教徒 那么做糊涂佛教徒 这要有什么用呢 越小越糊涂 越小越愚痴 不知道 不知道追求真理 见着真正的正法 不认识 不认识正法 就小一些个邪法 小一些个邪法 还要毁谤正法 啊 这是很可怜 很可怜的 什么叫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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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法 就是 依法修行 依教修行 依照着佛的戒律修行 不违背戒律 实实黑黑 尊重戒律 恭敬戒律 受持戒律 不合乎戒律 不合乎戒律的事情 绝对不去做去 合乎戒律的事情 我们才去做去 这是菩萨所修行的道路 以这种的正直正见 来消息佛法 不是在佛教里头 一天到晚 世世非非的 这样子不单不配做一个佛教徒 简直就是佛教的一个败列 所以 我们人 消息佛法 一定要认识 什么是真正的佛教 什么是 似是而非的佛教 真正的佛教 我们要拥护它 似是而非的佛教 我们要啊 知道它 令它将来呀 懂得正法 菩萨的尊心 就是这样 菩萨不忍见人做地狱 菩萨不忍见人去做畜生 菩萨 菩萨不忍见人去变成恶鬼 堕落三恶道去 所以菩萨的尊心 你就是愿不愿意它 它也要用正法来教化众生 不会呀 用一种感情用事 来呀 对对人 所以因为这个菩萨 它才有神通 那么菩萨可以有神通 可以用神通 为什么一般人要是有了神通 就不可以用呢 这是无有是处的 这简直是不合理的 这简直就是叫佛教 没有正法的存在 没有出乎其类 把乎其碎的人存在 所以 他们小佛的人 不论明不明白佛法 一定要有正直正见 不可以存一个邪知邪见 因为你有正直正见 才能接受真正的佛法 接受正法 没有正直正见 就不能接受正法 所以菩萨 它是悲心切切 纯纯善有 要教化众生 令众生真正明白 真正觉悟 真正能依法修行 这是菩萨的存心 菩萨的存心 绝对不存自私自利的心 绝对不存这个古名钓鱼的心 菩萨就是老老实实去修行 老老实实去听佛所说的法 依法修行 所以他才能得到神通 我们末法的一些个无知的佛教徒 到处说是末法 没有人有神通 因为你自己愚痴 就有神通的人 你也见不着 有神通的菩萨 你见着也不认识 所谓当面错故 九倍失止 再者说 有神通的菩萨 早就知道你这个邪知邪见 不是一个正知正见 所以啊 那么他也不肯叫好 那么因为这一点 所以自己要 灰光反照 认识自己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丑陋面目 那么 认识自己 赶快要发大菩提心 这是啊 这个诗通里边的 这个道理 你们各位善知识 无论哪一位 有神通 我都欢喜你们用神通 如果要有罪的话 你们用神通有罪了 那个罪算我的 说因为你们用神通下地狱了 那我也替你们去下地狱 你不要怕 只怕你没有神通 没有神通 不要假装着有神通 不要假装着 说我是个行菩萨道的 我是个菩萨 要真去修行 才算 不要挂一个假面具 所以啊 各位要赶快努力 要认真找大师弟 去修行 不可以随随随随便便 马马虎虎的 哦 做一个 和光混虚的 一个佛教主 啊 要 自己 认真去修行 修的一个 出乎其类 拔腿 拔腿起碎 和一般的 佛教主 一样修行 但是 要先成就 盗国 成就盗国 再回头 接引 一切的 有缘的 朋友 这是我对你们各位 啊 老老实实的 告诉你们 啊 在这个梦王法时代 需要真心修道的人 需要开悟的人 需要正果的人 需要 公行实践 啊 得大智慧 这一品 这是第二十八品 而是 在这个时候 菩咸菩萨 这是大恨菩咸菩萨 这是菩萨中的大菩萨 告诸菩萨员 告诉啊 这一切的 菩萨说了 说什么呢 说菩萨 你们各位 都是好的佛的弟子 按摩依福 教而修行的佛的弟子 你们要知道 菩萨中的大菩萨 有十种的神通 我现在告诉你们 何者为实呢 什么叫菩萨的十种神通呢 佛子 各位佛的弟子 听见了没有 我和你们讲话呢 你们各位要注意 这样 对 再叫一声呢 说佛子 就是叫 各位佛子啊 佛的弟子 注意 你不要在那睡觉 不要不要在那儿冲顿 打瞌睡 菩萨中的大菩萨 以他心之通 第一个神通啊 就是他心通 他心通 也就是通他心 咱们叫通他心呢 就是他心里所打的妄想 你都知道 他人心里 所想的 什么 你都知道 在他心里想要说什么 你也知道 这叫他心智慧通 知一三千大千世界 众生心呢 词别 他能知道啊 一个 就是一四天下 这个 叫一个世界 一千个 这一四天下 叫一个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 叫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 叫个大千世界 因为三字都说千 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世界里边的众生 心念的不同 心念的识别 识别就是不同 啊 不同 不是说就我们 这个一个小小的地球 里边 这个所有的众生 思想 他都知道 这三千大千世界 众生的 思想 他都知道 因为什么呢 我要现在告诉你 因为这一个 一千个世界的众生心 是这样子 那么 一千个世界的众生心呢 也都差不多 这样子 那么一千个世界 众生的心 差不多这样子 啊 一千个中千世界的众生心呢 也都是相差不多 总起来就是 下边所说这个 善心不善心 那么一千个大千世界 啊 也是啊 这个众生的心都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说的 善心 这个众生呢 就是啊 善心所 啊 不善心所 啊 这个善心 啊 做这个 比如 你持戒 修定 修会 这都是善 你 啊 不持戒 你贪 忏 持 这都是不善 啊 实善 啊 实不善 这都是由散业 造成的 实善业 也有 你身口意 三业 清净 就是实善业 你身口意 三业 不清净 就是实戒业 善心 和不善心 啊 广心 就是大心 广大的心 狭心 狭小的心 大心 啊 所谓心大 量大 啊 包括天下 心小 量小 你包括不了 啊 小心 小心 就是啊 谁说 每一句啊 我们就受不了了 啊 回着啊 气的 就要发狂啊 发神经啊 啊 这就是小心 小气 顺生死心 顺生死心 啊 就是凡夫的心 被生死的心 就是圣人的心 啊 生文的心 啊 就是啊 修四地的生文 呃 呃 独角心 就是圆角的心 菩萨心 就是三乘 啊 菩萨的心 生文的恒心 生文呢 所修行的 这个恒心 圆角恒心 啊 就是独角恒心 菩萨恒心 天心 龙心 夜叉心 啊 天心呢 他就终于 欢喜快乐 龙心呢 啊 他就欢喜 用神通 啊 为什么 做了龙呢 就因为修的时候 他乘机戒管 修行大乘的 还用功的 日夜啊 都不停的呢 修行大乘 但是他不吃戒 因为他日夜啊 勤修精进 大乘佛法呀 所以他做龙 有神通的 因为他不吃戒律 所以作为畜生 啊 那么还常常受着热闹的 来煎煎熬 他虽然有神通 但是还是一个畜生 所以就因为啊 乘机戒管 修行啊 很用功的 不吃戒律 随随便便的 马马虎虎的 不吃戒律 所以堕落龙神 夜茶心 夜茶啊 啊 就是啊 由这个称恨 变成夜茶 也是啊 啊 他修行啊 啊 很用功的 很用功 但是就是啊 不吃戒律 总而言之 这个畜生啊 都是不吃戒律 堕落成畜生了 你出家修行 在家出家 你要不吃戒律啊 将来很容易就堕落去做畜生的 这是啊 这是啊 最起码的 啊 再往生一点就堕恶鬼 堕落地狱 啊 所以你啊 受戒律啊 一定要啊 守持戒律 延持戒律 啊 前塔婆行 前塔婆啊 就是玉帝那个做音要的一个唱歌的神 在那唱歌 啊 他一唱歌 啊 这个玉皇大帝就欢喜得不得了 恶修罗行 恶修罗啊 啊 就是好勇斗狠 好狠斗争 没有清洗的时候 家罗罗行 家罗罗 啊 就是那个 大鹏金之鸟 啊 那他也是嗔恨心很重的 吉那拉琴 也是玉帝那个地方的一个要神 某好罗切 就是那个盲神 一个盲神 人心 那么一般人的心 非人心 就是一切众生的心 地狱心 地狱里头众生的心 畜生心 畜生所有的心 颜魔王处心 这个阎罗王啊 他的心 恶鬼的心 住 难处 众生心 所有一切的 很不容易 住的地方 这个众生的心 入世等无量区别啊 像这样的无量那么多不同的心 种种众生心 种种众生心 啊 西分别 知啊 菩萨啊 得到他心通的智慧啊 都分别知道这一切众生的心 入一世界啊 像这样说 这一个世界的众生心 若是白世界啊 像这样的推广到白世界去 回的千世界去 回的百千世界去 回的百千亿 哪有他世界去 乃至不可说 不可说那么多的佛刹 微陈述那么多的世界中 所有的众生心 细分别 他都啊 分别清清楚楚楚的知道 世名菩萨摩赫萨 这个就叫啊 菩萨中的大菩萨 第一种的 善知他心 智慧神通 佛子 各位佛的基督 菩萨中的大菩萨呀 以无外清净天眼智通 天眼的智慧通 无灵不可说 不可说 佛刹唯陈述世界中 众生 他死此生彼 他都知道 他都明了 因为他都看得见 那么小佛法 要用智慧 来智慧 不要用这种感情来智慧 用智慧小佛法 晓一切正法 用感情所晓的佛法 就是末法 所以 你要想 要用智慧 要用智慧 要用你的宅法眼 来智慧 你要用感情 智慧 那不单 不能成功 而且 小一天 堕落一天 因为这个智慧 就是清空 感情 就是染物 所以 你认可 讲身下地狱 不拿佛法 送人情 认可去 堕地狱去 可以 也不拿佛法 来送人情 也就是说 不应该以感情 来晓佛法 各位对这一点 也特别认清楚 我是以慈悲心 来对你们各位 讲真实的法 我不愿意 既欺骗你 又欺骗自己 把自己 也欺骗 堕地狱了 把人家也 领到地狱去了 如果堕地狱 我一个人堕 没有关系 我不愿意 有人跟着我去堕地狱 所以 我所讲的经 我知道 一点就讲一点 尽我这一种的 真诚的 弘扬佛法的心 听不听 是暂有自己 所以讲了十多年经 你们听了十多年经 也没有得到什么利益 现在 所以我要 破釜沼 神仲绝对对你们说真实的佛法 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特别注意 我们平时有三个宗旨 冬死不攀缘 饿死不化缘 穷死不求缘 穷死也不求任何人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报定我们三大宗旨 我们要是 做佛教徒 能饿死 那是我们最光荣的一件事 我们能为佛法牺牲 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我并不是欺骗你 这是上一年 下一年你们应该也记得 我们要舍命为佛事 造命为本事 革命为僧事 济世明理 明理济世 推行祖世一脉 新传 我们一定要这样去做 所以任何的时候 也不能改变我们的宗旨 也不能改变我们的精神 我们是冻死应风战 饿死前渡行的 我们要讲志气 我们要做一个 真正有骨头的佛教徒 不要做那一个 这个也怕 那一个怕 佛教徒 什么也不怕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